妈妈我要听好文章 有天窗的屋子 作者安放侄子 翻译彭义 好些年前去山里的时候 在一幢有趣的屋子里头过宿 那是朋友的别墅 是一幢有点像山小屋风格的建筑 不过那屋子有个天窗 天窗真好 一到夜里 从天花板上 那个被切成正方形的窟窿里 看得见星星 看得见月亮 看得见流走的云 因为那房子的天窗 镶着一块透明的玻璃 所以白天虽然有点晃眼 但晚上却能遮蔽雨露 暖哄哄的 有一种在野外宿营的感觉 一开春 我一个人在那屋子里住了三天左右 当我被各种各样的悲伤压着 神经激进崩溃 不想再活下去的时候 一个好心的朋友 劝我来到了这里 在我的山小屋里 静养一段时间吧 这会儿一个人也没有 安静不说 院子里的新移花开了 漂亮极了 当我看到那株覆盖了小屋的半个屋顶 枝繁叶茂 开满了白花的新移树的时候 我长舒了一口气 感到终于来到了一个能慰藉心灵的地方 屋子里有一个小厨房 我在那里做一个人的饭 或从河边采来水禽 做成酱汤 或把八角金盘的嫩芽裹上面粉油炸 或凉拌不知道名字的绿叶子 白天听小鸟叫 夜里眺望着天窗外面的天空进入梦乡 就这样到了第三天的晚上 那天夜里恰好是满月 从天窗里射出来的月光 分外明亮 我觉得自己就好像坐在海底上似的 新移树的影子 清晰地落到了铺在天窗正下方的被子上 我还是头一遭看到树的影子这样鲜明 简直就如同工笔画一样地映了出来 当有风吹过的时候 即使是仅有几朵花速速作响 被子上的影子也会摇晃起来 就连最远的那根树枝尖上的花孤独的影子 也会静静地摇晃起来 突然影子中仿佛飘出了花朵们的笑声 太美了 我两手撑在被子上细细地瞅着影子 我情不自禁地伸出手去摸影子的花 于是发生了什么事呢 我仅仅是摸了一下那薄鼓鼓的花的影子 它就带上了一点银色 我吃了一惊 又去摸别的花的影子 结果 那些个影子也擦地放出了银色的光 就好像是在花丛中 星星一颗接一颗地亮了起来 我走火入魔地摸起新的影子来 落在被子上的影子 总共有三十个吧 我从一头摸起 当所有的影子都染成了银色的时候 我的心中充满了难以形容的感动 我如醉如痴地眺望了这些美丽无比的东西片刻 冷不防伸出手 试着去摘那最小的一朵银色的花 于是花的影子被我捏住了 压在我手指之间的影子还是花的形状 而且依然是那种魅幻般的颜色 哇妈妈不得了 我抓住花的影子了 我情不自禁地这样喊了起来 为什么这个时候 我又犯了儿时的毛病呢 我是最小的一个孩子 以前不管是高兴也好 吓着了也好 必定要哇妈妈的大喊大叫 当我想起来妈妈三个月前去世了的时候 头突然一阵昏沉 我闭上了眼睛 一股奇妙的悲伤涌了上来 我快要流泪了 月亮在天窗上看着我 看着要哭出来的我在笑 这么一想 我睁开了眼睛 被子上花的影子又回到了毫无变化的灰色 我沐浴在天窗下面的灰色的影子里 像漏网的小鱼一样坐在那里 我顿时就喘不过气来了 一咕噜躺倒了 于是接二连三地回忆起了以往的悲伤与烦恼 我一边眺望着天窗对面的大大的月亮一边想 要是不下山就这样永远地眺望着天空就好了 然后不知不觉地睡着了 不过第二天早上一醒过来 吃了一惊 因为我手上紧紧地捏着昨天晚上的影子 那是一个橙花的形状银色的东西 虽然说是银色 但发出的是旧银子的黯淡的光 特别薄 对了 薄得就像铝箔一样 太让人吃惊了 我重重地啪了一口气 被从天窗射进来的朝阳一照 房间里的树影虽然还在晃动 但那不过是普通的影子 再怎么揉搓 再怎么想抓起来都没有用了 只有这个沐浴着昨天晚上的月光落下来的影子 我把花的影子拖在手上细细地看过之后 轻轻地装到了衬衫的口袋里 自从把一片花的影子占为己有开始 我的耳朵就能听到一种不可思议的声音了 只要我待在那个屋子里头 不论是做饭也好 读书也好 躺着也好 上方总会有一个细细的声音在呼叫 还回来 还回来 把影子还回来 这时 我吃惊地仰起头 是白色的新仪花在天窗上晃动 树在看着我啊 这种感觉让我吓了一跳 自从来到这里以后 我对于树并没有什么特别的意识 至于树会呼唤人 会盯着人看 连想也没有想过 然而这一刻 对于我来说 新仪树却变成了有生命的对象 我坐在天窗的正下方 仰着头 试着胃地招呼了一声 结果 发生了什么事呢 干嘛 新仪树说话了 啊 为什么能抓住影子呢 树回答 是月亮在恶作剧哦 见我愣在那里发呆 新仪树用甜美的声音继续说 月亮特别喜欢这个天窗呀 因为昨天晚上是满月 就干了那种事情 把我的影子施了魔法 可也没有想到 会有人把它揪下来啊 对不起 因为那时花的影子实在是太好看了 不知不觉 我低下了头 于是树发出了有点尖的声音 可我好为难啊 影子被拿走了 那个地方好痛啊 哎 是真的吗 是的呀 虽然你会觉得那不过是一朵花的影子 但养分会从那个地方跑出来 有时整树树就完蛋了 我想 这下可闯祸了 新仪树一边在风中摇动 一边说 今天晚上 请还回来吧 见我不吱声 他又叮嘱了我一遍 今天晚上月亮出来 我的影子一映到地上 就务必把它还回到原来的地方呀 我点了好几次头 有时会有这样的事情 一开始还没觉得怎么样的东西 可真让你撒手了 却又突然舍不得了 自从树说把花的影子还回去之后 我就怎么也不想撒手了 那花的影子越看越漂亮 什么地方的珠宝殿 才会有这么美丽的银色的东西呢 把它轻轻地贴到胸前 树的生命就朝自己这边流了过来似的 贴到耳朵上 就能听到树的温柔的声音似的 当把花的影子紧紧地攥在手心里的时候 我下定了决心 尽快离开这庄小屋 既然已经决定把它拿走了 就绝对不能再沐浴着那昧浣般的树影子 再在天窗下面睡一个晚上了 那么就趁早下山吧 我急忙收拾起行李 穿起衣服来了 树在上头盯着我呢 这么一想 我手脚就下得冰凉了 我顾不上了 把衣服和书往箱子里一塞 管它呢 以后再整理吧 砰的一声关上了门 在关上了的门前 才一抬起头 就迎面撞上了新衣树 我连望低下头 屏住气 看也不看它一眼 从它前面跑了过去 然而 还没跑出十步 那细细的声音就从身后追了上来 还回来 还回来 把影子还回来 我像是要抖掉那个声音似的 一边用力摇头 一边跑 帽子吹飞了 珍珠花采烂了 好几次险些摔倒了 可我还是在飞跑 还回来 还回来 把影子还回来 那个声音 直到我下了山 来到巴士车站 还紧追不舍 幸运的是 一个小时只有一趟的巴士 恰好在这个时候来了 我不顾一切地冲上了巴士的脚踏板 一屁股坐到了最前头的座位上 巴士马上就发车了 飞速奔驰起来 靠在座位上 我按住激动的胸口 兴奋一点点的消退了 于是 我就觉得小屋所发生的一切 都仿佛是幻觉一般了 树开口说话 怎么可能有那样的蠢事呢 十道影子 怎么可能有那样的怪事呢 然而 那个闪耀着暗淡荧光的花的形状的东西 却就装在我的衬衫的口袋里 我不知道这应该如何解释 回到家里 我用一根细细的链子 把花的影子穿上 当做护身符 挂到了脖子上 我怕一不留心 把它放到了抽屉里 就那么消失了 这样过去了几天 我慢慢地恢复了健康 心情也好多了 周围的人看到我这个样子 都说亏得去了山里 不过 无论如何 我也不认为我身体中洋溢出来的 不可思议的朝气 是因为去了三四天山里的缘故 以前我早上一起来 就头昏脑胀的 可自从脖子上挂上了花的影子以后 一看见从木板套窗的缝隙里 透进来的阳光 就兴奋起来了 遇到人 也会笑着打一声招呼了 工作也顺利起来 灵感一个接着一个 吃饭也香 晚上也睡得好了 是的 所有的一切都好得不可思议了 不久 我就结婚了 还有了孩子 有了自己的一座小小的房子 这样有一天 我碰到了好久不见的 那个山小屋的主人 聊了一阵近况之后 我轻声说 真想念那个有天窗的屋子 想不到 朋友却说出了这样 让人意外的话来 那个屋子啊 去年已经坏掉了 怎么会 见我一脸的不解 朋友答道 伤痕累累了 啊 是被白蚁住了吗 是树哟 那株心仪树哟 接着 他告诉我 屋子紧挨着大树 可真是不好啊 每年落下一大堆叶子 把雨水管都堵死了 屋子破坏得很厉害 虽然经常修理 可那叶子掉得也太吓人了 细细一查才知道 那株树生病了 当发现的时候已经烂了 树干已经成了坑坑洼洼的空洞 这还不算 上次刮台风时 树枝又咔嚓一声折断了 落到了屋顶上 把天窗彻底砸坏了 我不由地闭上了眼睛 憋住气 只嘟捞了一句 果然 还回来 还回来 那个声音又在我的耳边复苏了 而我这时清清楚楚地知道 就因为我从一片花的影子里 分得了树的养分 重新站了起来 树却死了 我干了对不起的事啊 我轻声地自言自语 于是 我的胸口突然热了起来 充满了一种 说不出是悲伤 还是感动的回忆 就好像天窗上晃动着的 那一大片雪白的花 原封不动地移到了我的心里 又接着燃起了白色的火似的 感谢观看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